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Bala Bible 在這個受苦節和服務節期間 我們教會的講道團契 通常都會選一些耶穌釘十字架 和耶穌服務之後顯現的經文 讓這個弟兄姊妹來去默想 和找到一些得著的 這個都是一個由聖經裡 舊約就已經有的傳統 每一年某一個日子去紀念 一些神的作為和神的說話 其中一段就是這個以馬五師的路上 最近我自己都聽不少 由這個崇拜講道 甚至乎信仰百川的一些經文 經文的分享和解釋 剛剛今早就看到李家齊的明亮和解釋 在門徒如何認得這個復活的耶穌 都有很多的得著 特別在那個字眼上面 究竟如何解釋 我自己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都想分享少少少 首先大家不知道 以馬五師就是耶穌復活了之後 有兩個門徒 他聽到耶穌復活了 但是他仍然要由耶路撒冷 走去以馬五師的地方 大約是耶路撒冷以北的25里路程 的意思就是 乘1點下跌 大約40公里 都不遠的 但是又不短的 如果叫你走 叫我走 我就死給你看 在他眼睛被打開 心裡明白過來 心裡認出耶穌之前 有段很搞笑的情況出現 就是耶穌和這幫門徒的對話 說了這麼久 居然 居然 就不認得耶穌 我們就 很難來接受這個可能性 以照我們在歷史歷代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究竟為什麼門徒 走路都不會認得耶穌呢 傳統來說 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比較少人說 就是說 這兩個門徒 跟耶穌根本不熟 就是那些藤能瓜 是埃丫的門徒 雖然他叫到其中一個名字 你不熟悉一個人的時候 你見到面的時候 你便認識不到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 你會覺得 我記得他了 之前在Facebook見過 這個可能性比較弱一點 第二個比較多人 就是因為門徒 當時覺得耶穌死了 很失望 心裡徬徨 憂愁 以至到 見什麼都認識不到 這個比較上 是從一個心理狀態上 來分析 這個也是合理的 第三個解釋 為什麼有第三個解釋 就是因為第二個解釋 始終是 你茶飯不思 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 是一個很親的人 理論上 你都會認識到 你會不會不認得你媽媽 或者你會不會 夠膽死不認得你的太太 就是幾天不用睡覺 第三個解釋 第三個解釋 就是 耶穌的復活前和復活後 就像 減肥前 減肥後 化妝前 整容前 整容後 很不同的 有些說 就是 他復活後 有一個新的生命 因為他經歷過十架 被人打到豬頭 所以他的樣子是很醜 之前是很英俊 一個是說他復活後 被人打到豬頭 所以 門徒也不太容易認得出 這個也不排除 因為耶穌復活後 他被釘刺傷的 鎖的位置 另外就是 他的腦袍的槍傷 都還在 應該埋口 不是流血那種 但也有 所以耶穌復被人打到豬頭 他的可能性 還在臉上流露出來 也不排除這個可能 尤其是 不認得耶穌 就不只是這兩個門徒 在這個空墳墓 那時候 馬利亞在那裡哭 回頭一看 耶穌在門口 馬利亞 那麼親密的人 都不認得 另外就是 比如 比如 比特 或者約翰 一群門徒 在耶穌 去提比亞海 那裡 他去打魚 看到他 又是不認得的 一開始 然後我們就說 一兩個人不認得 就OK 為什麼個個都不認得 包括約翰 他沒有說自己 那麽臭小子 也不認得 但他也很明顯 不是那麽快 認得到耶穌 在提比亞海 打魚的時候 當然 可能他有近事 這是另一回事 那麽多人都不認得 就要等待神 去打開他們的眼睛 我就會 開始問 會不會有些更合理的解釋 是否復活了耶穌 一定要人開眼 一定要開人的眼 才能看得到呢 如果是這樣 我們被聖誠充滿了 我們信了耶穌 那會不會 由蒙了心 眼睛 蒙蔽 就見不到耶穌 還有 怎麽樣在這個世界 遇到耶穌 這成為了一個 很大的問題 我就嘗試去研究 提供第四個解釋 值得留意的是 耶穌在復活之後 就很難被人認得出 但是耶穌在復活之前 就超容易被人認得出 例如 盲的 可能聽到周圍 慶合合 很多人群 就馬上知道耶穌來了 然後就撲去找他 例如 扎哥爬在樹上 他又會見到耶穌 那 患血流的女人 在擠涌的人群 當中 他又可以擠進去 知道耶穌 然後摸他 然後就好 那 耶穌 嘗試暗暗地 離開 人群 走去海邊 靜收 居然都會被人發現 然後搞出五餅二餘 唯一一個比較難認的 就是在客西馬尼縣的時候 那些兵丁就在那裡 見到耶穌 耶穌都說 我就是耶穌 那些人都好像不信 繼續到處去找 即是他沒有說到 經文沒有說到那個找的行動 但很明顯 你要交差 你不信耶穌 你就繼續去搜掛 看看那個有沒有流亡之遇 所以是那個場合 但是你明顯 那麼兵丁 他也是交差 也不想 double make sure 不想吃炸糊 再加上那時候 如果不是天黑 至少凌晨 不是很乾的時候 都 understandable 但復活了之後 人人都不認得耶穌 那是否耶穌特地賣關子 不讓人認得出 是要等到 你無緣無故心靈打開才能認得出 但是我們要看到 之前和之後 其中兩個很大的分別 第一個分別就是 之前的耶穌 無論你喜歡他 或不喜歡他 都是有一群群眾圍著他 而之後的耶穌 每次都是單拖的 那個分別 看到了 假如你永遠有一群人 湧著的時候 是很容易被人認得出來的 但是 當他獨自一人 在一個你不覺得 他會出現的場景當中 正如傳統的第二個解釋 尤其是你在失望當中 尤其是你在失望當中 你就會 認知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在當中 因為他在你想不到的位置 那我第二個看聖經的發現 就是 因此 昔然 有一個挺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以馬五師 耶穌 門徒認不到他 是在室外的時候 而這個打魚 他在室外的時候 馬尼亞 在空墳外面 他看到 他在裡面 就是 耶穌在門外 那裡 也認不到他 但是 在室內的耶穌 就不知為何容易認 你記得 多瑪 或是多瑪之前 耶穌突然在室內 鎖了門 他突然被彈出來 這樣 認得到 那二馬五師 一進了屋 又認得到 然後馬尼亞 走到耶穌 在空墳 那裡 我不知道 耶穌走進來 少少 然後馬尼亞 又上了少少 這樣 又認得到 所以 似乎 就算 復活了之後 的耶穌 有一個 室內 和室外 的分別 在 如果是這樣 我有理由 推敲 我不需要 解釋到 神化 他整個 勇敢 或者 復活的 容顏 有些不同 打到豬頭 有些不同 好像 我們 媽媽 那樣 花灰也認得 這個說法 比較誇張 但是 正常來說 你就算打到豬頭 我預期你會被人打到豬頭 你也是十字架 我見過 對不對 那 不會 真的完全不認得 有些輪廓 我有理由相信 這個是中東古時候的衣服 就是一塊麻布披在身上 然後 用繩子 摘著它 這是普通人穿的衣服 而這個普通人穿的衣服 就是 女衣 即是 底衣 當他出門 去軟行的時候 他就會穿外衣 這就是拉比穿的衣服 普通人的龍夫穿的衣服 大概是這樣 而 就算看二馬五師 你也會看到 有些不同 我 有理由相信 耶穌在腹前 是穿另一種衣服 而那種衣服 就近似拉比 所以 遠遠已經認識到 就算 撒馬尼亞婦人 她的衣服不懂得出 就跟耶穌說話 她也會覺得 我看出你是一個有大利的老師 每個人都會看到她的時候 都會叫她夫子 但是 復活的時候 她的衣服 就被人分了來買 穿了紙袍 當然不會留給她 於是 耶穌復活之後 很明顯是穿了第二件衣服 在古時候 甚至乎 在經文裡面 也有說過 如果有人欠債 你債 你就 用了她的外衣 來做典當 你就千萬不要 摘過東西 她要用來蓋被 所以當時的人 就像TVB拍劇一樣 只有一件衣服 可能十世都不滿一件 尤其是比較窮的人 以至到 你拍劇的時候 你一看 就看到 這個就是誰 那 裝飾的時候 也有這樣的情況 即是 你是 stereotype 耶穌製作的衣服 你離遠 幾十里以外 都會看到她 而認識到她 當然 有些人控制她 更加容易形 但是 當耶穌復活了 那 她拿了一件衣服 有可能是 一些比較農夫的衣服 因為 馬利亞一看到她 就一看 就覺得 這個是 圓釘來的 之後再看真些 今天看真些 才發現 這是 耶穌 然後 拉玻璃 這樣 很感動 那 如果是這樣的 那 耶穌應該是 換一件衣服 那就難應一點了 再加上 她 外衣的時候 你看到她 都披著頭 遮著臉 假如那一天 我不知道是多少 天有不測 封雲 可能大風少少 又或者以前那些路 不是柏油路 比較沙塵滾滾 泥瓣多 尤其是耶穌復活 當時 耶穌釘十字架 那一刻 又萬止裂開 又天上七下 我不知道會不會下雨 泥寧多 如果你包了頭 你又換了衣服 而我又很單 那 再加上 你 包了頭 你說話的聲線 又有可能有少許不同 我認識不到你 是 有那個可能性 不小的 那 到你室內的時候 你脫了 那 我就容易認識 那 當然 這樣說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那個神跡效果 完全 哇 立即沒有了 你可能會非常之 失落 那 我只是想說 我們看二晚五師路上 門徒不認得 是因為那個 耶穌變得很陌生 不再是 他平時 平時 一向看 人控控的 場景 穿了不同的衣服 白聲音 可能有少少不同 同一時間 在一個失落的情況下 就無法認識到耶穌 而門徒之所以認識這位陌生的耶穌 不是因為那個樣子 而是因為他 聽見 聽見 什麼呢 聽見耶穌的解釋 對聖經神話語的解釋 而那個解釋不是只是親約 只是說 我知道耶穌 而是由 摩西的律法書 先知書 包括 約書亞紀到列王紀 還有 詩篇 說的是 希伯來的聖卷 其餘的所有智慧文學 包括一些小品 所有的經文 耶穌在路上 解釋清楚明白 他們聽見 第二件事 就是 當他們進去內室的時候 他們 眼睛打開 看見耶穌 這個看見 我相信 是說 耶穌的作為 因為是 抹餅這個行當 他說 你們冤枉如此行為 得是紀念 我當日 吃聖餐的時候 是曾經做過的 甚至乎你引證 譬如 這個 彼得和約翰 為何在提皮阿拉海 時認識耶穌 同樣的 是因為耶穌做了一個行動 因為耶穌做了一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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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耶穌做了一些殺亡 然後罵了很多魚 換轉我們今天 我們怎樣能夠認識耶穌 當然 我不排除 也肯定 我們在教育的牆裡 我們在試奉的時候 我們在參與崇拜的時候 我們整班人熱烘烘的時候 我們的對象是耶穌的時候 我們經歷到他 我們明白到他 在講壇上 我們聽牧師講道 我們可以認識到 這個復活的主耶穌 但我們出道外面的世界 在我們個人的生活 在我們平時上班的場景 在我們的社會和世界當中 究竟我們有沒有帶著一個耳朵 來做人呢 來嘗試去聆聽神的解釋 聖經話語的提醒 我們有沒有嘗試觀察到 神耶穌的作為 在你的身上 在身邊人的身上 在一些政權 我們沒有可能會覺得 他有耶穌的作為在當中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看得見呢 這個需要求耶穌 求聖靈 真是像李嘉世頂這樣說 讓我們能夠被解釋明白 讓我們眼睛被打開 盲點來的 是陌生的 是我們不慣常的 他不是熱烘烘的 所以我給大家的挑戰 或者我自己的挑戰 都是這樣 即是福節 首節 我們有崇拜 我們的Focus在耶穌那裡 我們經歷到神的臨載 我們很開心地去吃個聖餐 即是 Jesus is so good 但我們出來 我們一號喝工 又要上班了 迫巴士的時候 可能你看到一個強國人 或者我在加拿大的話 我在高聖那裡 都是大家一起睡覺 看到旁邊的人在睡到死雨 我自己都差點想睡到死雨 然後醒了 然後上班了 看到一個很壞的同事 或者聽新聞的時候 又聽到六八九在說 在這些情況之下 你不會認識到 或者你不會發現耶穌在那裡 但是我記得 在針言的時候 提醒一件事 他就說 智慧是怎樣的呢 他不是故意收起來 讓你看不到的 而是我們當局者 發現不到的 其實智慧 在街上 在大街小巷那裡呼叫 叫我們去認識他 耶穌今天也是一樣 因為他已經是復活的主 活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問題是我們願不願意留意 願不願意開我們的耳朵 開我們的眼睛 求助幫助 多謝大家收聽Billy巴拿拜佈